大家好 刚刚收到的消息 包子黎到现在为止 关于李克强之死 他没有对于中国的公众 也没有对于土工的体制里面的人 说一句话 一个标点不好都没说 到现在为止一直保持沉默 但是有些人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刚刚发现的现象 就是他让战狼外交部的部长王毅 在跟拜登见面的时候 拖了一句话 传了一句话 是吧 说这个李克强之死 向美国的总统 表达自己的真实的想法 向李克强的家属表达自己的痛惜之情 说你这个东西一听就有问题 知道吧 就是你这么大一个人物 跟你平起平坐的 过去十几年 他们俩在一起做同事 那不是十几年啊 那快二十年了 你想想他们他们俩做一个总理做了十年 做总税做了十年吧 两个人在做常委也做了大概是五年还是十年 最起码两个人做同事都是十五年 不是说什么你家里两条狗 你养十五年也有感情了呀 你至于吗 你至少这时候应该要 做一个新闻 完了以后 由这个习近平带着自己老婆 去看望一下李克强的老婆 看望一下李克强的家属 别人不看 你至少看一下李克强的太太吧 做个新闻多温暖啊 多有感情啊 多得分啊 没有任何声响 好像就没发生这个事儿一样的 让人很不耻 那你不说就不说 你不演就不演就算了 你为什么要把这个事儿拿来 跟美国的这个伪总统说这个话 是几个意思呢 而且是透过美国的总统 表达自己对李克强之死的痛心 表达自己对李克强的家人的慰问 你这不是挺搞笑吗 这个王毅也是头猪啊 这个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是不是 透过王毅向美国的总统传话 是个什么情况呢 我刚才问了我北京的几个朋友 他说这个美国这边呢 对有些个中共的官员呢 是很看好的 希望他们能够说话算数 能够有权利 中美关系呢 继续可以当官发财 私老婆赚钱 一个是王岐山 是吧 一个是李克强 这两个官员他们都一直特别看好 李克强呢 说一口牛腻的英文 网上也传出 李克强跟拜登两个人在一起谈笑 红声不需要翻译的 李克强在香港中文大学做演讲 就是全程英文演讲啊 李克强在加拿大访问的时候和这个小土豆和小土豆的太太李克强的太太 城洪老师今天四个人坐在草坪上面啊 养天 这边纵论天下 也没有翻译的啊 就是他们这些人呢就是很喜欢这样的官员 结果李克强死了 为什么他要透过王毅向拜登说明李克强之死呢 为什么他要透过王毅向拜登转达 然后又拜登在转达 拜登在给成宏打电话 或者白宫给成宏打电话 说这个你们的总书记啊 你们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给我们的总统啊 转化了 让我们的转告这个习近平对李克强之死很痛心 向成宏教授啊表达亲切的慰问 你不觉得这非常的扯吗 是不是 这里面水很深的啊 水很深的 有些事情呢 比我们想象的深的多 我们这个吃瓜群众都不知道 但是你有时候你仔细留心一下啊 你如果英文稍微好一丢丢 你就能看到这样的消息 那让人觉得是摸不着头了 是一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他们这些人呢 就是希望王毅山 希望李克强上台 是吧 如果当时是李克强当总书 就王毅山他总理 也许今天的情况就不一样 无都有偶啊 说这会儿这个墙子一转出一篇文章 说是王毅山老师的这个话啊 说王毅山呢 这个通过他的朋友 在微信的朋友圈里面放出了一个话 但是他没有署名呢 很多人一猜测的说是王毅山啊 这个为李克强民不平 是吧 完了以后呢 讲了一些重要的信息 是暗指李克强之死 可能与习近平有关 可能是他搞的 我们先分享一下 网上出现的这篇很奇怪的文章啊 然后我们再做一个简短的分析 看有哪些事情此前我们是不知道的 反正很奇怪啊 柯强同志之死也许是一个谜 一个正国际的干部 国务院总理 他的医疗条件和保健水平不至于再突发心脏病时失去黄金的抢救时间 再者他如果有以前发现有心脏病也会及时治疗和重点预防 柯强同志的心态 我知道一直都是很好的 他认知十年 忍辱负重 二十大以后他有两种选择 一个呢是担任全国人大的委员长 仍然是中央政治局的常委 一个呢是任国家副主席 他都放弃了 是他自己主动放弃的 应该说他看明白了 也选择了他正确的选择 退下来之后呢 柯强同志呢到上海休养 选择到上海休养 为什么呢 一是避开可能被人不放心的地方 第二是上海的居住环境是全国平均寿命最高的城市 老百姓尚且如此 李柯强这个级别的这个中共的官员 没说中国啊 李柯强这个级别的国家领导人就更不用说了啊 不会卸任总统半年就身体出现巨大的突发性的问题 说泽民同志在上海活到了96岁 而柯强同志才68岁 柯强同志在离任时做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有最后一句话 说的很很有价值 权力是人民给的 是人民给的 有权不可认性 虽然受到了长达七分钟的掌声 同时也引来了祸从口出 据说这段话啊 是王岐山 这个托朋友说的一句话 也算是给王 给这个李克强民不平 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情报啊 重要的线索或者重要的问题 重要的信息 此前我们是不知道的啊 第一个呢 就是 李克强其实一开始 是可以留任的 一个是当全国人大的委员长 一个呢 是当国家副主席 因为他的连结真的没到 是不是 据说当时 习近平也已经答应了 是这个李克强自己说 我就到点了 我就不做了啊 因为他也知道 如果习近平还是当党和国家的 党政军一把手 他无论是当总理 还是当全国人大委员长 还是当国家副主席 都是打加油的 没有意义了 所以他主动就退下来了 而且甄丽说的啊 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是吧 这是第一个信息 以前我们真不知道啊 我是没听说过你们 听说过你们比我牛逼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一直在问一个问题嘛 为什么李克强要去上海干嘛呢 你这不是有毛病吗 是不是 哎 我又问了北京的几个朋友 他们说是的 他们说习近平对着这个退下来的 还是年富力强的 比如汪洋啊 比如王岐山啊 比如李克强啊 就这几个人 他特别不放心 特别担心他们是不是搞他的名堂 要求呢 就是最好是离开北京 所以不管是汪洋也不在北京 李克强也不在北京 完了以后 这个王岐山也不在北京 汪洋回到安徽老家 陪他老妈去了 叫一个什么同龄的地方吧 去那里去过养老去了 王岐山呢 据说人在美国 这个就不知道了 李克强呢 选择去上海 为什么去上海呢 我觉得很奇怪啊 李克强为什么选择上海 为什么回安徽呢 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 说是上海这个 说李克强自己认为自己身体不打地 想去上海养老 那个地方空气好 这里面也说了啊 说上海的这个居住的环境 全国平均寿命是最高的 想多活几年 是这么一个意思 说江泽云活了96岁 是吧 这个意思 这是第二个信息吧 第三个信息是以此前我们不知道的啊 就是李克强同志在离任时做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有一句话 权力是人民给的 有权不可认性 说这句话 当时这个习近平的脸色非常难看 可能就得罪习近平了 而且这句话有长达七分钟的掌声 没听 所以呢 习包子呢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把李克强当成他的最大的政治对手 就是李克强总有一天要这个什么啊 要这个卷土重来的 因为他这么有这个 这么受欢迎 这么多人鼓掌他 是吧 还有就是有权不可认性 这明显是就是说的是他 所以呢 不知道这个这档文字啊 是不是一个王岐山说出来的啊 但是呢 口气肯定是中共那个很高级别的 应该是至少是个副国级的领导人啊 说出来的这么一段话 的确有几条信息呢 是我们以前从未听说过的信息 那你按照这个说法的话 那就是李克强死就是习近平搞死了呗 那就这么简单呗 所以现在王岐山也站出来说话了 加上这个习包子呢 关于李克强之死没有半句问候 反而向美国的总统 传话这也特别的搞笑 所以我就告诉你啊 习包子现在呢 他其实是把自己架上去了 他太冲动了 我听北京的朋友说的啊 说习包子在李克强的问题上 这一回可能是栽大跟头了 太冲动了 太冲动了 不应该让李克强死 你可以把他控制起来 你可以想个折 甚至把他抓起来都可以 给他摘一个骂名 但是你不可能不可以把他搞死 就就像当年毛泽东 虽然把林彪搞死了 但是毛泽东很快也就是垮掉了啊 毛林彪死了以后 毛泽东的身体急急转直下 不到一年毛泽东就就卧床不起了 在床上躺了两三年 七六年就死了 两三年多时间就那么多 所以按照这个情况的话 习包子能不能撑过三年啊 能不能够接下来还能够有第四届 第五届就很难说了啊 真是要杀地一千啊 自损是一千五 是一个蠢活干的事情 谢谢